大家好,歡迎收看香港冠軍聯盟 今天要說的就是空降無縫背襲 開始之前,我們首先要準備一些東西 就是要你準備你的精靈球 先準備一下你一會要用到的球種 我們現在就可以出去你想要捉的頭目的地方 什麼是空降背襲呢?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試過 先飛去你想捉的頭目的上面 然後再跌下來跌到頭目的後面 一個精靈球丟進去做一個背襲的效果 我們現在要教的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要教的就是無縫背襲 為什麼無縫背襲呢?待會我們會示範給你看 我們會找哪隻頭目來做示範呢? 當然要找全艾爾獸師最高的那隻烈咬綠沙 85那麼高的 當然要找他試一試吧 現在看到我們的目標,我們可以在這裡先傳一傳檔 然後我們就飛去頭目的上面 大概去到他背後面 先跌下來,控制一下方向 然後直接一個球丟進去 這一球很重要 然後我們立即走到他後面 再立即丟一個球 在爆之前立即丟一個球 那他就會 完全沒有任何的環擊之力 在差不多 爆之前就立即丟一個球丟進去 再講一講的流程 首先要飛去上面 然後掉第一次下來 第一次是來控制一下方向 然後再飛第二次 用來更加接近他 然後立即掉下來 立即丟第一個球 在他見到你之前 他有這樣看號都沒問題 總之在紅眼出現之前 你丟到第一個球 中到的話 你之後立即走到他後面 走完他後面之後 你就預計他會在那個位 打出去 你就在那個位置準備定你的球 然後差不多 那個球 快爆的時候 你立即丟第二個球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無縫背閘了 我們捉完地龍 我們就現在試試捉到很多人想用的烈焰猴 我們先飛過去 先控制一下 哎呀好像失敗了 糟糕了 立即飛走 他看到了 如果看到 你被他發現了 就立即飛走了 沒什麼問題 那就 再試過 再飛到他後面 控制一下 有些再飛過去 再丟 嘩 這次不行了 因為他紅眼出來之後 你再丟球他就不會進了 現在就直到重頭來 繼續飛過去 我們又看到他 先控制一下 再飛多次 好 這次來到 第一球中 立即走到後面 站在他剛剛消失的位置 立即丟第一下 再調整一下位置 再丟 再丟 又中位置 完全不說沒得了 你戀猴心腦 太弱了吧 不過沒所謂的 因為你預料到他會爆出來的 好我們捉完這隻戀猴之後又試試其他 不如我們試試 另一隻都 算是多少人想用的精靈 就是大王拿波 我們先飛過去 看見他了 先傳一傳 不好意思 反正在你面前 先傳一傳 再飛多次 飛到他旁邊之後 先調整一下身位 再飛 再停 第一球中 在他消失的位置 預計他的位置 再丟多次 再中 進去了 Multi kill 又有一隻 再試試捉另一些頭目 今次又試捉狗尾 狗尾的位置其實有點窄 所以要很小心 我們先進去 先進去 先進去 飛到他後面 第一下 第一下 丟 中 好 預判他的彈出來的位置 再丟 好 失敗了 應該和他刷 幾厘米左右 如果被他發現了 都沒有辦法 先飛離開他的視線範圍之外 我們就飛到後面 第一下 第一下 丟 第一球中了 立即站在後面 準備彈出來 丟 又浪漫了 沒所謂 老林海會一下中 現在又再試捉 另一隻頭目 就捉章魚筒 我們就見到他了 也是禮牌 照傳一傳檔 飛到頭上 跌 調整位置 再跌 丟 哎呀 你的章魚筒 挺好反應 離開 現在再飛到頭上 現在再飛到頭上 第一下 第一下 丟 哎呀 躲去你的背後你也看到了 伸手問照 再來吧 繼續飛到頭上 繼續飛到頭上 第一下 第一下 丟 中啊 這次還不死 丟 哎呀 丟了下水 又是沒想過第一下就中 對啦 再說多次啦 首先呢 就是要飛到頭目上面先啦 之後 第一次就調整一下 位置 再跌第一下 然後你第一個球 中 你之後就立即走 去消失的位置的後面 預判他幾次會 彈出來 在彈出來之前 你立即再丟第二個球 你就可以做到 無縫背閘這個效果 喜歡這條教學的話 就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給你的fanta 空降背閘原來只是碎料 無縫背閘才是罪 不說不得 那今天這條片 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啦 拜拜